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二舅火了 刚刚我看了 我很认真的看了一遍 说实话很感动 如果说单纯从二舅的人生轨迹 去看他人生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片段 人生做出的每一个决定 二舅具体的个人确实是值得敬佩的 是可敬的 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当我在看这部短片的时候 我一边看 我一边被二舅感动着 一边被二舅唏嘘着 然后又为二舅加油着 这本来是一部很不错的励志短片 但是我看着看着看到最后 发现风向不对 发现有些不对劲 到底我在恍然大悟 到最后还是要以主旋律来总结 从二舅这个人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美德 孝敬老人 66岁的老汉 随身携带着88岁的母亲 多么的正能量 我就有一些疑问 二舅他作为一个残疾人 为什么拿不到国家的补贴呢 为什么得不到残疾人的低保呢 还要自己不停的打工 不停的工作 像一个采密的蜜蜂 心心咕咕一辈子 到最后他的晚年生活又怎么样 可以说他的生活是非常的凄苦的 非常的悲惨的 但是加上一层滤镜好像就有了美感 然后再加上一些主旋律 宏大叙事的解说 似乎我就感觉人生充满了能量 看二舅我们每个人好像都很幸福 实际上二舅他只是中国千千万万底层的 被人所忽略的 辛辛苦苦劳作一辈子 但是还是无法安详晚年的这么一个平凡的 不能再平凡的一个普通人 深深被主旋律熬成了一碗鸡汤 看完了二舅觉得二舅不得了 那么刚刚我又看了另外一个姐妹片 二舅妈 看完二舅妈我才发现二舅算什么 你要是能够把二舅妈看完 那你会发现二舅妈的故事更加的正能量 咱们在这里简单说一说 这是我的二舅妈村里的疯女人 她本来不是这个村的 相传她的老家是四川的 二十多年前外公去买猪仔 然后看到这个女人用买猪仔的钱 把她买回家给她的二舅当老婆 在此之前疯女已经被卖了好几次了 生过好几个孩子了 虽然说棚头污蔑 但是还是个美人披萨 还会说英语还懂得进化论 以前被卖到其他村子的时候 其他村里的村民都说她是疯婆娘 由于她在之前被拐卖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生育任务 所以说生完孩子之后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又把她卖了 可以省点粮食 为了防止逃跑 二舅给她的脖子上套了一副链子 于是疯疯癫癫的女人就成了二舅妈 据说这个村子里二舅妈给二舅一连生了7个儿子 据说还有一个女儿 也是被一个腿上有残疾的老光棍收养了 卖的钱又买了一对猪仔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似曾相识 是不是有点耳熟 不着急咱们把二舅妈的故事看完 一切谜底就能够揭晓 由于二舅妈给了二舅一口气生了7个儿子 残疾的二舅她走起路了也是昂首挺胸 给每个孩子申请低保 然后每个孩夫都可以吃饱饭 后来因为生亡条件差 二舅妈也是绝经了 再也拭目出孩夫了 卖钱也卖不掉了 二舅就把她带到小河边往河里一推 可能因为忘了链子还在腰上 他们俩一起掉进河里 但是因为二舅本来腿有残疾 结果二舅淹死了 二舅妈活了下来 这是故事的上半段 记得在二舅的葬礼上 第一次看到二舅妈笑了 外公前几年也去世了 就剩下一个88岁的外婆 再加7个小孩 由于没有了叔父 二舅妈的精神状态开始好转 慢慢的生活也可以自理了 再后来基本正常了 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游逼厉害 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 生了8个孩子之后 还能够恢复正常 还能够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看到这里我就知道 这个故事是被杜撰的 但是是有理有据的杜撰 是有人物原型的杜撰 还记得当初卖女儿 换的那对猪仔吗 其中一头母猪 已经生了好多窝了 二舅妈以前经常看这头母猪发呆 也许是惺惺相惜 她在这些岁月里研究透了 怎么养猪以及母猪的产后护理 她养的猪 飙肥体壮 猪仔存活率高 于是二舅妈成了远近闻名的养猪专业户 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之下 她办了一个养殖场 还带动周边父老乡亲一起搞养殖 成为了村里不可或缺的人 由于二舅妈世纪赶人 还被评为三八红旗手 这几年猪肉价格大涨 二舅妈也赚了不少钱 七个儿子纷纷长大 大儿子已经是大学毕业了 准备回家跟母亲一起创业 甚至说之前把他卖的老光棍 一会儿子结婚也跑过来找他要钱 希望能够买个房 二舅妈立刻就转了30万说 这是我生的 我得负责任 又过两年猪肉大跌 二舅妈养殖场也出现了亏损 村民也亏了钱 这个时候很多人见到二舅妈就会骂他 说二舅妈害他们亏钱了 二舅妈说 虚勇亏当初生的娃多 现在村里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以后我就算老了也有了依靠 二舅妈还语重心长的跟我说 闺女一定要多生几个孩子 现在国家开放三胎了 多子多福 这个文章接下去 我就有点念不下去了 就是越来越鸡汤味明显了 咱们来一个结尾 我看到二舅妈身边这么多孩子 围着他转 这是一种天伦之乐 没生过孩子的人是体会不了的 孩子一个是养两三个也是养 你不生我不生 谁来保卫祖国 这是文章就结束了 这是二舅妈 二舅妈的故事比二舅火多了 二舅妈的原型是谁 原型就是徐州的铁链女 刚开始被卖了一次 被卖了一次之后 再被转卖转卖到了徐州丰县 一口气生了七八个孩子 讲的不就是铁链女吗 然后二舅妈的故事下半段 又把它变成了一个励志的典范 二舅死了之后 二舅妈恢复正常了 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养猪赚钱供孩子上大学了 然后还说这么多孩子多子多福 没人敢欺负咱了 我看到这里我明白了 这是在鼓励大家使劲的生韭菜 说孩子一个是一样 两三个也是一样 你不生我不生 谁来保卫祖国 这个作者说我决定马上回到北京 随便找个人生一堆娃 这就是鸡汤 你看这个故事到底感动不感动 你说二舅这个视频刷屏了 能够跟徐州铁链女比吗 徐州铁链女来来回回天天后后 我估计网络上至少100亿次的点击率 所有的文章 所有的视频加起来 至少100亿次 可比二舅要火多了 当然你也可以把徐州封县铁链女的故事 把这个故事拿过来做一点加工 再做一些雕琢 然后再做一些虚化 再做一些物化美化的处理 马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被卖了就这么算了 好像就这么算了 二舅妈的故事里面 没有人去追究买卖妇女的责任 到了最后生了七八个孩子 到最后也居然成为主旋律了 也居然成为正能量了 看到最后甚至我都想做生几个孩子了 幸亏我看到最后发现 这是一个段子 这是一个改编 实际上这在对应生活中都是有原型的 文章到最后还不忘鼓励大家赶紧生孩子 对吧 这个国家缺韭菜了 韭菜躺平了 割没法割了 得鼓励猪仔多生韭菜 那么节目到最后咱们也可以简单的做一个总结 在中国可能每一个人他都是潜在的二舅 每一个女人他都是潜在的二舅妈 都是甜脸女 只不过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 每个人感受痛苦不一样 每个人自我洗脑的能力也不一样 有些时候在中国活着就得靠着鸡汤就得靠着鸡血 不然生活太平淡了 生活平淡到你不快进一万倍 你都看不见他发展的轨迹 这就是中国人很悲哀 好吧 今天这期节目就先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